HTC U-Ultra是HTC第一部双荧幕手机 而夏普Aquasensor不是夏普第一部无边框手机 HTC U-Ultra已经在马来西亚上市超过一年的时间 HTC U-Ultra是HTC的旗舰手机 夏普Aquasensor在马来西亚刚上市将近四个月的时间 夏普Aquasensor是夏普的终端机 HTC U-Ultra近期刚得到了安卓8.0 Oreo 而夏普Aquasensor还在等待着安卓O Oreo 我是来自科技先生的Alex On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HTC U-Ultra和夏普Aquasensor的比拼 我知道,我知道 你们当中已经有人在对着你们的荧幕 喊着这比拼根本就不公平 因为HTC U-Ultra是旗舰机 而夏普Aquasensor只是终端机 我制造这比拼不单单只因为这两部手机的荧幕 也因为两部手机的差价非常的少 这会让这个比拼更加的精彩 继续观看这个影片 来了解到底一部超过一碎的双荧幕手机 值得购买 还是一部新的无边框终端手机 值得购买 在我们开始之前 让我们来了解两部手机的参数 你能在这暂停影片 因为参数已在影片中出现 HTC U-Ultra是HTC U家庭里 第一部使用水样设计被盖的HTC手机 这水样设计被盖还真的艳丽 HTC U-Ultra艳丽的水样设计被盖 会随着你观看的角度呈现不同的颜色 夏普在夏普Aquasensor高通骁龙630版本上 使用金属中框和塑料被盖 HTC U-Ultra的水样设计被盖 和夏普Aquasensor的塑料被盖 都是指纹收集器 可是夏普Aquasensor的塑料被盖 就有点难清理 HTC和夏普都随机附送了手机壳 你会特别珍惜它 尤其不喜欢手机被盖油油的你 两部手机的相机都突出 可是HTC U-Ultra的相机突出的程度 就比夏普Aquasensor的相机来得多 在机身正方 你会在HTC U-Ultra上找到5.7英寸16比9 2K SuperLCD 5萤幕 和一个2.05英寸副萤幕 两个萤幕都使用了康宁大猩猩5玻璃 在夏普Aquasensor上 你会找到5.5英寸17比9 1080p 异形LCD萤幕 萤幕使用的是康宁大猩猩玻璃 如果你问我是否能够分辨2K萤幕和1080p萤幕 我会告诉你 大多时候我都分辨无处 这是因为很多内容还是1080p 和手机萤幕太小 比较难分辨1080p和2K的差别 无边框设计 让夏普Aquasensor的体积和握持感 明显的比HTC U-Ultra来得小 来得好 为了实现无边框设计 夏普把所有所需的传感器 挤入了前置摄像头上方的狭小空间 我会在软件部分 更详细的说HTC U-Ultra的副萤幕 HTC U-Ultra使用的处理器是高通骁龙821 而夏普Aquasensor使用的处理器是高通骁龙630 HTC U-Ultra在表现的部分是明显的赢家 可是夏普Aquasensor上的骁龙630一点都不差 HTC U-Ultra在重度使用下的表现 比起夏普Aquasensor来得好 可是夏普Aquasensor还是能够顺畅的运行日常应用 如果你需要表现非常棒的手机 HTC U-Ultra将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HTC U-Ultra运行着的是基于安卓8.0 Oreo的Sense UI 而夏普Aquasensor运行着的是基于安卓7.1.1牛渣糖的Smart UX Sense UI比较接近于原生安卓 而Smart UX移除了AppDraw和一些原生安卓功能如快速切换 个人来说我还是会选择Sense UI因为比较接近原生安卓 夏普Aquasensor使用的是17.9比例萤幕 可是Smart UX加入了选项 让你选择软件要在16.9或17.9模式下呈现 大多软件只会在16.9模式下呈现 剩下的就是那又黑又厚的通知栏 HTC U-Ultra的副萤幕能够为你显示 通知、时间、日期和天气 那副萤幕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HTC没像LG那样善用它 LG善用副萤幕的方式就是在相机里加入控制 HTC也在副萤幕加入了相机控制 可是就只是缩小放大 如果HTC肯为HTC U-Ultra开发单独相机App 就能善用副萤幕 HTC U-Ultra已经得到了一个重大更新 那就是安卓8.0 Oreo 只剩下一个重大更新 夏普承诺夏普Aquacessor将会得到安卓Oreal 可是到今天为止 夏普都还没像承诺那样推送安卓Oreal更新 HTC U-Ultra得到安卓P的激励 会比夏普Aquacessor来得高 可是在每月安卓安全补丁更新上 夏普做得比HTC好 夏普Aquacessor从我们评测开始 已经得到了三个每月更新 HTC U-Ultra使用单摄像头 而夏普Aquacessor使用双摄像头 HTC U-Ultra使用的相机传感器是OmniVision OV12890 而夏普Aquacessor使用的相机传感器是Sony IMX362 如果你有兴趣知道夏普 对比同样使用Sony IMX362的HTC U11的表现 我会在下方留下连结 或你能在右上角找到 HTC U-Ultra虽然没有使用Sony传感器 但HTC U-Ultra的相机表现 还是旗舰机该有的表现 在大多的情况下 HTC U-Ultra能够拍摄出 锐度更高和细节更好的照片 夏普Aquacessor在高对比情况下 比较容易过爆 在低光场景下 夏普Aquacessor能够拍摄出 比HTC U-Ultra更亮的照片 可是HTC U-Ultra能够拍摄出 细节更好的照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影片方面 HTC U-Ultra能够拍摄 1720p 120帧慢动作影片 1080p 30帧和4K 30帧影片 夏普Aquasexer能够拍摄出 1080p 30帧和4K 30帧影片 夏普并没有加入慢动作拍摄选项 HTC U-Ultra具备了光学防抖和电子防抖 而夏普Aquasexer并不具备光学防抖或电子防抖 HTC U-Ultra能够拍摄3D audio或Hi-Res audio影片 HTC U-Ultra能够拍摄平等 HTC U-Ultra能够拍摄 ext mister HTC U-Ultra具备了Boom Sound双喇叭 而夏普Aquasensor只具备单喇叭 HTC U-Ultra的Boom Sound双喇叭不但表现佳 也比夏普Aquasensor来得大声 如果你是音质控 HTC U-Ultra会更加的适合你 HTC U-Ultra的Boom Sound叭 HTC U-Ultra和夏普Aquasensor都不具备3.5mm耳机接口 HTC随机附送了很棒的USB-C耳机 你将不会因为没了耳机接口而错过任何的音质 如果你想使用自己的耳机 你会非常的失望 因为HTC没有附送拥有DAC的USB-C对3.5mm耳机接口转接器 你会为HTC没随机附送拥有DAC的USB-C对3.5mm耳机接口转接器而感到失望 但你会为夏普Aquasensor随机附送的耳机接口转接器而感到失望 夏普Aquasensor随机附送的耳机接口转接器的表现非常的差 夏普也没随机附送USB-C耳机 我只能希望安卓8.5mm耳机和蓝牙耳机能够提升夏普Aquasensor的耳机体验 HTC U-Altra内置了3000mAh的电池 而夏普Aquasensor内置了3020mAh的电池 两部手机都能提供我一天以上的续航 两部手机的续航都不是很棒 只足够让我度过一天 HTC U-Altra和夏普Aquasensor都支持高通快充3.0 可是夏普只随机附送5V2Ah的充电器 如果你想使用快充 你就必须另外购买快充充电器 如果你需要快充但不想另外购买快充充电器 选择HTC U-Altra 虽然HTC U-Altra在这比拼里是明显的赢家 可是夏普Aquasensor还是一部值得比拼的手机 夏普Aquasensor无边框设计 让你在小的体积里享受大萤幕 HTC U-Altra的体积对那些手小的人来说太大 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考虑因素 夏普Aquasensor的相机表现 也说得上能与HTC U-Altra平起平坐 考虑到夏普Aquasensor只是一部终端机 你是否该购买一部一碎的旗舰手机 还是一部四个月大的终端机 如果你需要最好的那就购买HTC U-Altra 如果你想在体积小但有大萤幕 那就购买夏普Aquasensor 如果你想更详细的了解HTC U-Altra和夏普Aquasensor 你能在底下找到连结 这比评就到这 感谢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 跟你的朋友分享 和记得订阅科技先生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